我們今天要錄的是魔術 我們等一下會先表演魔術 最後再破解魔術 OK 那我們今天有帶給大家兩個魔術 第一個是表情猜測 第二個是最喜歡的水果 我們先表演的是表情猜測 表情猜測裡面有一個表情符號的骰子 有笑臉 欸沒有笑臉 哭臉 生氣臉 我其實覺得這長得蠻像笑臉的 應該搞混了吧 好管他的 這裡有兩個盒子 好那我們兩個先變給大家看一次 OK 來 那所以呢 我要猜他把這些臉當中 就是正面的那個 我要猜他把什麼放在正面 好 那他先把他放在上面 那我先走 我不會偷看 他會看我 好嗎 好嗎 好 我看看喔 這是笑臉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是天才啊 廢話 看到沒 笑臉 好 好 那我現在教大家要怎麼破解成的魔術 這其實是有一個訣竅的 你看嘛 笑臉 你放進來 你用手感覺 他其實會凸凸的 你摸摸看 嗯 真的 有一個厚度 好 再來 哭哭臉 他就是完全平的 你看 平的 你摸摸看 那 這是生氣臉 這個跟哭臉有點難分辨 因為他是熬進去 但有些人因為感覺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 就是你的那個感覺沒那麼好 然後 你碰的話 他是凹進去的 但你可能會跟哭哭臉 那個就是Mix 那你試試看 你看喔 我隨便放一個 你先不要看 我放這個 我放這個 看到嗎 笑臉 真的像笑臉的 OK 你猜吧 這是什麼 你看喔 看看他會不會 好 這當然是哭臉啊 欸這 這當然是 生氣的臉啊 好 他答對了 因為就是生氣的臉 答答答答答 OK 好 這樣大家應該都會了吧 那我們接下來要帶給大家 是 最喜歡的水果 這個就沒用 OK 最喜歡的水果 看到了沒 最喜歡的水果 來我先便一便給大家看 好 那 他要從這九個水果裡 挑出其中一個 這九個水果裡喔 草莓 檸檬 香蕉 櫻桃 櫻桃 這什麼 酪梨喔 配兒 梨子 還有 西瓜 鳳梨 蘋果 葡萄 葡萄 OK 好 等一下我不會偷看 他要給 你們看 他要挑什麼 然後我要 挑出這九個 我要拆出這九個 水果裡面的七磚根 掰掰 好 好了他 好了 好了 好